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西兼容为台湾艺术史谱写出前卫又创新的一页 这次展览共展出李在前 李习奇 李茂宗 洪根深 陈银辉 陈正雄 六修平 罗芳 刘国松 等九位艺术家风格独特的作品 展览并以美才的性质不同 绘画成四大主题精彩呈现 平面绘画以度会之境为题展出 展出作者之一的刘国松 是台湾六零年代现代绘画运动重要团体 五月画会的创始人 他透过不断变革与实验 打破既有的水墨观念 创造出独特形式的现代水墨 是现代水墨化重要开拓者之一 以写生为根本 水墨构图气势浑厚的罗芳 曾多次赴美进修 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撞击下 将技法与理念融入现代水墨化中 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多层次画风 油画作品有毕生奉献艺术教育的陈寅辉 他在立体派造型 也受派色彩探索中 逐渐形成兼具抽具象的风格 画笔悠油画面充满音符的律动 展现创作者奔放的心境 创作也幻化成一幅幅抒情的诗篇 版画作品以印创之丝为题呈现 展出作者之一的廖修平 是台湾现代版画重要的开拓者 他以版画技法为基底 结合了现代绘画的造型观念 将台湾民间传统题材转化为符号 延展出东方文化色彩强烈的构图 既传统又现代 成功传达台湾文化独特的语会 出身金门 创作风格多变的李希奇 从传统木刻版画出发 并与诗人妻子古乐 共同以诗与画对话 创作出具探乐精神的倦印版画 透过媒材与题材的实验创新 创作领域涵盖版画 抽象书法 七亿 可以创出独特的抽象绘画风格 现代主义兴起 艺术家跨越传统 将不同媒材以多元手法并制 复合成独特创作的复合媒材 这次展览以幻物之职为题呈现 善以表贴等手法 将原著名色彩书法 及现代艺术基因重组的陈正雄 是活跃国际画坛 台湾抽象画重要的先驱 及创作与理论兼备的艺术家 由于具有高度实验精神及自主性 能在题材、媒材技法上 自在地转换变化 将水墨转为多元媒材创作 展现对自然及人文关怀的红根深 以豪迈的墨色笔触 欲解简化的黑色情节中 对应着现代社会中的自行与观照 它解放框架的限制 以分割的多重视角 符号隐喻 画面诠释多层次的意涵 台湾掀起现代主义思潮后 一些艺术家与雕与素之间 尝试从材质、造型、观念、空间等方面 开拓多元面向及抽象造型的探索 柔理在前 善用钢铁创作出 具东方哲理及简几何造型的雕塑 它兼具创作者、理论研究者等多重身份 在几何造型中 以简洁、明快的方式 演绎出具数理美学与哲丝的艺术风格 李茂宗则是颠覆陶艺着重实用的观念 让陶成为不是器物的别名 力道与纹理、右色与胚土间变换交替的运用 让故乡苗栗的泥土 透过双手的再造 绽放着艺术的芬芳 东京富士美术馆创办人 国际创架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曾说 艺术是生之欢愉的歌曲 艺术是结合人类的力量 艺术是跨越波涛 迈向和平的生命胜利之舞 台湾创架学会自2003年起 以文化寻根建构台湾美术百年史为策展主轴 2018特别策划 无疆界、空间思维的像度 创架艺文系列特展 邀请您一同欣赏艺术家 在丰饶无限的异象空间下 超越时代的精彩创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